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自去了长春 溥仪在我的前半声写道 自从他婉容把文秀挤走之后 我对他便有了反感 很少和他说话 也不大留心他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从他嘴里听说过他自己的心情 溥仪和愿望只知道后来他染上了吸毒鸦片的时候 两个月后 宛容和溥仪的两个妹妹 其弟弟溥仪的陪同下 到长春和溥仪团聚 当时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人的监视 这一切都是导致宛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令人叹息 厄尔德特文秀 满洲厄尔德特是端宫真女 1922年11月29日 溥仪和宛容大婚前一天 文秀被揭入后宫 风为舒飞 文秀率性优雅 自幼就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 一夫一妻的制度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4年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 他带着皇后宛容 文秀等人来到天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 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导致文秀提出离婚 1931年10月22日 文秀和末代皇帝溥仪正式签订了离婚协议书 两人宣告离婚 文秀同时拿到5.5万元的赡养费 出去给律师等费用 他手上的钱所剩无几 沦落到打小工度日 最后也嫁给李宗人的部下 可以说 文秀一生最轰烈的事情 就是和皇帝离婚 真乃其女子 他从高贵的皇妃沦落到平民 保长了人世间的饥寒混苦 同时也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凭借这勇气 比婚容幸福多了 或许文秀的颜值略选婚容一筹 但是他的率性与勇气令人敬服 祝齐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